大家好,我們是BGM20NKT 我們剛才欣賞了BGMFatter 旋風號角 素素 再有雷星國度 大家喜歡嗎 喜歡 好,今天呢,我們第一個FC是來講 對軍部的夏日祝福 那小熊先說吧 從開始 大家好 我是BGM20NKTB的小熊熊子君 謝謝大家今天來看軍部的生日 軍呼的拉票 還有親日文的拉票,謝謝 耶 小熊熟君 謝謝 小熊熟君 謝謝 小熊熟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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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說一下軍部的生日祝福吧 你先喘喘,累不累? 累 祝你生日快乐 希望你接下来的生日和拉票环节 能够达到你心目中想要的效果 好的,最有用 谢谢 结束了,这么快? 不敢相信 你想我们两年都回去吗? 好 太难得了,终于有一次你有了知识 不用包控了 自己控肠 小小会有知会,小小知会 是小会 大家好,我是BJ4D 听B的胡小会,谢谢大家来看 君姑和小青的拉票公演 还有君姑的生日公演 就这样,谢谢大家 在那 胡小会 谢谢 谢谢 直接说对君姑的祝福 我希望君姑可以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为什么看见她 没有 我想做她就做她 然后呢 那我这样 那你没脸呢 我没关系 希望你以后 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不用被其他各种原因束缚 然后 希望你能够一直快乐 难过的时候 嗯 好的,谢谢你 我 好 那我快点 希望你能够快乐 不仅仅是生日快乐 要每天都快乐 就这样 对不起,我不查话了 大家好,我是BJ48TV的神小爱 先来看君姑的拉票和生日公演 还有小青的拉票公演 谢谢大家 耶 神小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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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大家 然后我现在有两个深注要说 第一个深注是住远在重庆的不忘能的喜剧 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身体健康 然后希望你的是能够工作能够说声力力 然后祝你生日快乐 耶 然后第二个深注是祝我们君姑生日快乐 谢谢 然后因为我感觉她的生日好像在前不久才办过一次 对对 然后那次我说了好多话 然后这次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想要祝她 就是希望她身体能健康 就是最重要的 然后你站在那儿 打开你的双手 我送你一个拥抱 没有没有 就还是骚话都吐露完了 你知道吗 你退半路的动作认真的吗 你说让她这样子 然后她直接这样子 我以为你要让我投降 没有吧 就什么都不能 就给她一个拥抱吧 然后祝她生日快乐 谢谢 好的 谢谢 耶 大家好 我是冰杰霍店 与听闭闭的张梦慧 现在来看我们今天君姑的生日拉票公演 跟小青的拉票公演 谢谢张 耶 谢谢 张梦慧 谢谢 谢谢大家 张梦慧 张梦慧 谢谢 谢谢 张梦慧 张梦慧 谢谢 张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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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是对君姑的生日祝福 听我说话 对不起 张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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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你生日故意我就不给你置气了 然后还是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你生日也过去好几个月了 就想说的 其实我就还不如把那个你经常送给我们的这部 我再送给你 祝你 祝你 一帆风顺 二龙头碑 二龙头碑 三两 一二十七八十七八十 一十年几十五 五福临门六六大顺 七星高涨 八星过海 九九同心 十全十美 十二 好 这出来不容易啊 我临时脑袋搜集词汇的 好那这样 然后希望后面就是 你别说了两点回家了 哎呀我就想说 希望大家就是过会儿的那个生日环节 然后它能就是顺利的表演出它想要的效果 然后也请大家到时候 安静的来观赏它的一些节目 谢谢 耶 大家好 我是BJVG 听B的曲美玲 感谢大家来看军工的生日和拉票公演 以及小金的拉票公演 耶 最高 十百年 谢谢 谢谢 十百年 谢谢 十百年 谢谢 十百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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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对于军工的生日祝福就是 哦 那个我要提前也不算是剧透吧 就是今天它的有一个生日环节有一个节目会非常非常的独特 然后需要大家来安静的观赏 第一个 对第一个节目需要大家就是全场都在安静的来观赏 相信我效果一定会特别好的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就是 这居姑就是身体能够就是健健康康的 然后 希望它的舞蹈能够早日成为就是那种大师级的水平 大神 然后就是 对 就跟他喜欢的大师 对 有合作的机会 对 希望他能跟他喜欢的大师能够那种同台飙舞 对 对这样 谢谢大家 耶 然后 有请是我们下一位小伙伴吧 谢谢大家 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BJ48 Team B的 请你语文 谢谢大家来看居姑的生日和拉票 还有我的拉票公演 谢谢大家 耶 加油 请你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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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好紧张 因为 因为军姑的生日 那个环节就在我前面 然后我觉得 完全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队伍 舞王和舞杂 没有没有 真的我觉得 就是军姑 看了就是今天 军姑的那个生日环节 就我的震惊了 因为真的是特别好 而且准备的特别用戏 我相信 这是大家在赛拿河以来 没有见过的 是 表演节目 我说的就是实话 BOSS 你要相信我 要相信军姑 不要让你们失望的 然后也希望军姑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可以去做 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还有就是身体一定要健康 对 因为我看他经常就是一个人 就是夜晚很陶醉的在舞蹈房练舞 对 我觉得 就是 但凡是在晚上 能够 在舞蹈房一个人 很安静练舞的 都是那种非常优秀 而且很独特的舞者 对 然后也希望军姑的生日环节 还有拉票环节 今天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小青我回来给你钱 谢谢谢谢谢谢 你给我钱吧 我可以吹你 我给你 我给你 吹吹我先 甜甜奶茶 甜甜的 舒丽 大家好 我是BJ48TV的甜甜甜舒丽 谢谢大家来看军姑的生日拉票公园 还有小青的拉票公园 甜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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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 就是他上一次生日 我刚过完我也这么觉得 对对对我也觉得 然后我还是祝你喝更多的糖吧 这次还来新鲜吧 然后我也没有送你 什么可以送你 我害羞 然后就是希望他就是一切都顺利今天的表演环节 然后等下次吧 下次再祝你一些别的 对下次等时间长点 反正你经常过生日 我是尽量申请生助的聚集 然后谢谢大家 耶 耶 大家好我是BJ48 听闭的孙岩 现在来看清语文的拉票和军工的生日公演和拉票公演 谢谢大家 耶 筟消药 谢谢 孙小雁 谢谢 谢谢 孙小雅 谢谢 孙小雅 谢谢 到这位你应该整好吧 谢谢 完了 鼓一点 然后我赶紧说了 首先我有一个深祝要说 你先不重要 我有一个深祝要说 祝朴甘明 生日快乐 也希望你能够天天开心 因为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 我记住你了 然后莫苦甘明 然后对俊姑说的话 倩言歪语 你不过一句 愿你是阳光永远不忧伤 就是希望他能够天天开心 不忧伤才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祝福 我觉得能让一个人开心就是最好的祝福 就希望你是阳光 像阳光一样永远不忧伤 然后就这样 你就是我的阳光 好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耶 耶 每天成功到最后代 到最后代 到最后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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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其实我也希望你 就是 你这么紧张干啥 没有 没有 你说你说 就是 希望你 呃 那个 就是 你们俩想再跳一次 希望吗 好 想再跳一次tonger 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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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然后还是希望你身体好一点 嗯 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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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膝盖也感到好 好的 然后就是 然后 希望你 经历一切 觉得人间值得了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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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多多摘舞 多摊舞 嗯 一起都做 对 好 就这样 生日快乐 耶 谢谢大家 哎 哎 哎 我还有两三三三个生猪 不好意思 然后就是 呃 第一个 祝我啊 哥 118生日快乐 然后 谢谢你的支持和陪伴 然后祝你 2019到2022 不 2020年 都快乐 发大财 然后 谢谢 然后 第二个生猪是 爱吃柚子的鱼丸 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 祝你天天开心 要过来剧场看我哟 谢谢你的支持 然后 第三个 三是排骨鸡 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 祝你学业顺利 然后 工作顺利 然后 烦恼离离远去 然后 2019 滚滚发大财 谢谢 耶 然后 请大家欣赏 请大家欣赏 下一排的小伙伴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说了哈 我不是平顾也不是金正顾 我就是我 我是金顾 大家好 我是BJ48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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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今天来看我们小青的拉票公演 还有我的生命公演 谢谢大家 谢谢 太好了 汪年只 炎年会 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 我名次在荣耀路 山耀加尽鱼尤卡 八点五散张政见 邹宏西梦在身旁 老公 生日光年加油 吵鱼尔 哎 媳妇辛苦了 哎 谢谢 谢谢你还是那么好看 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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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哥 谢谢 谢谢 谢谢兄弟 谢谢 谢谢姐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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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辞了真的感谢 可以 谢谢妈妈 老公这是我第二次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真的谢谢 直接说了 我的牲畜 那我就先感谢一下大家 不管是从千里迢迢来的 或者是顶着这么热的天气 来到朝阳门这边来看我的生日公演 我的拉票公演 还有小厅拉票公演 谢谢大家 然后就 我有一个愿望就是 我的 我生日环节的第一个节目的时候 希望大家就是 尽量安静一些看那个节目 然后因为可能收音不太好 然后希望大家能喜欢 但可能跳的不是那么的完美 然后就这样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BJ霍特也请BJ霍特 感谢大家来观看 颜文君前辈还有 有 有 也请 陈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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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敬虎前辈的生日祝福 我希望敬虎前辈能分清我和赵天阳 谁是谁 我希望敬虎前辈能在今年 就是过了生日之后 能够记住我叫诚哥 而不是赵天阳 没有 我觉得我一直记你是诚哥 但是我包含什么我总会叫诚哥 我也包含什么 没有 我记得你很 必消取清楚 没有没有 然后就是看了前辈的彩排 然后就是觉得前辈值得全世界最好的 谢谢 希望能够越来越好 好 然后你知道你在台上跳舞的时候 小艾在下面哭了吗 对 其实我选的歌都还挺有情怀的 是不是 所以 然后希望能够 变顺利 然后这个人不给你拖后退 她是她不会 我不给她拖就好 我生日 对 对这样 然后生日快乐 算你过去很久了 对好 就这样 大家好 我是BJ 超级艺青币 感谢大家来看 军工前辈的收入公园 拉票公园 和小金前辈的拉票公园 谢谢大家 起来 -对 我要 赵天阳 谢谢大家 歐亚 谢谢 - 赵天阳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 照天阳 好,谢谢 对不起,我不能鞠躬,因为我弯不了腰 对不起,然后鞠躬前辈的生日祝福 然后因为腰伤的原因,感觉耽误了鞠躬前辈 你很棒啊,真的 然后鞠躬前辈的第一个节目,刚才也说了 我觉得我非常的喜欢,但是没能参加上 觉得很可惜,然后希望鞠躬前辈都能顺利 然后希望你以后跳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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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然后生日快乐,然后生日环节要非常顺利 好的好的,谢谢 那好,请大家欣赏精彩的游进的曲吧 谢谢,谢谢 耶 刚刚大家欣赏了《绅士风度》《子弹日记》《秀》《一天那一点点》《SPY》 大家很开心吗? 开心 那么MC2的话题是 在上海的这些日子里有经历垃圾分类吗? 那谁先开始呢? 没有人真的说自己吗? 真的说自己是垃圾吗? 然后你是什么垃圾? 我是无毒的可回收垃圾 那我也是有害垃圾 我怎么那么花心呢? 你们每个样子我都喜欢 小燕你说什么?你是垃圾? 我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也是垃圾 我也是有害垃圾 害得大家这么喜欢我 你看看反应 他们的反应突然就变了 那我不是垃圾了 你是垃圾他不喜欢我 你是麻辣的鸡 我们来玩斗鸡 什么?又来? 不玩了 不玩了 我回去我看了一下上海的弹幕 我被上海记了一大过 他说我没扣我钱 可是我觉得那个不算 那是那些屋者之屋 对 没错 就是他只寄了我一大过 然后给我划上 说我是危险人物 下次巡演注意一点 听闭又加了一个危险人物 对 那我下次去 对岸玄是怕摔东西 人家都整塑料了 那我下次去他得买胶布了 给我封嘴 他说话你开车才快 谁让你是高铁人士呢 好 好了 我是原不回来的 好 那个你们俩呢 甜甜 我其实我在上海都不敢喝珍珠奶茶 为什么? 因为他要分类嘛 就你先要把那个珍珠给挖出来 你喝光啊 你喝光就行了 就全一颗珍珠不留 那万一就是 没事 你喝奶茶我吃珍珠 然后就是干垃圾了 只奔一次 对 一说到这个我才想起来 这个今天我要实名 实名表扬田淑莉同志 就是今天本来MC2没有他的 甜甜就是主动说 那个MC2我来上吧 看看杨诚席偶像 多努力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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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钱给你 你那么缺我 不是台下说好了这个五块吗 那你经历了垃圾分类吗 我倒是没有经历垃圾分类 就是我在上海的时候 我一听说7月1号 开始垃圾分类的时候 我就想要喝好 然后我7月1号我走了 然后一想 48个城市 北京也在里面 然后我现在就是 门也不敢出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每天就是 在房间里一待 我就很害怕 我就一出去制造垃圾 然后还不知道怎么扔 我已经想好了 就是我以后拿个兜 然后我出门 我就把我垃圾全部 装兜里回来 阿姨分类 阿姨 我们中心不是有阿姨吗 对 对 他们我们分类 对不对 可是我们还是要经历的 我们总选不是就垃圾分类了吗 那带回来啊 从上海跟回来 那我不想被抓进去 可是你点了外卖怎么办啊 酒店有 你酒店有别的阿姨分类的 对的 没有错 那酒店真的会有人 在干这份工作了吗 好累哦 现在真的有这个行业 就是帮分类 然后收钱 哇 那这个 这可以给很多人制造就是赚钱的 以后可能要出个APP 叫扔了吗 可以 这是一种赚钱的方法 注册 注册的是田老总 田总记华尔街英语之后 又开辟了新的产生 垃圾嘛 然后就是我那天看到一条新闻说 说有一个人用无人机 往隔壁小区偷偷扔垃圾 然后被抓到了 他都有无人机了 他还怕八宽 不是吧 这个时候就应该我们田总出马了 你知道吗 开飞机 这上机 你看他都能用得起无人机 你想想 我懂了 田总记者就是 他开飞机去收人家这个垃圾 然后那个 就是扔飞机 这样 下来了 然后田总在 在上面喊 你扔了吗 你扔了吗 田总这个时候 要降落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戴着石 那个穿着时尚的衣服 推着个墨镜 然后田田下来了 你扔了吗 你扔了吗 然后人家就说 哎呀那个快 你太好了 你来救救我 那人得说 你说快点 我家垃圾都发霉了 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 垃圾是分成 就是分成什么 就是可回收 和不可回收 还有干湿 干湿垃圾 什么厨余垃圾 那到时候是不是要在那种 就是在马路上把一排垃圾桶 四个就够了 我那天看那个 我们去上海南站嘛 然后 我看那个有个垃圾桶上面 还贴了 就是特别贴心上面写了 什么干垃圾 然后什么底下是 那种那种那种东西 可以往这里扔 哦 这个很体贴 这个还蛮体贴的 那我们现在就邀请 有请 有请 有请大家出来 为大家 表演 对 接下来的节目吧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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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rear 谢谢大家